Dear Diary My nights used to be for you Secrets only we knew Then years came in grand But a phone in my head Hello大家好我是妮妮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因为今天是新年之后的第一日视频嘛 所以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2022年里面一切都顺利 今天的这视频呢 主要就是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平时是如何去挑选卫衣的 而且是包括不同种类的卫衣 比如说像是连帽卫衣啊 或者说是像圆领卫衣 也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种类的卫衣 我平时是如何去搭配的 那说到卫衣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困扰 那就是卫衣真的很容易显胖 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大脸的人呀 或者说是圆身体大胸种种的 你只要有一个点没对 那你穿卫衣的时候都很容易显胖 对不对 如果有遇到以上问题的朋友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个1 那在聊不同种类的卫衣 我分别怎么看 之前先跟大家聊一下 有关于这件卫衣 它究竟显不显胖 至关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这件卫衣的料子 那我自己平时在挑选卫衣的时候 我都只会去挑选面料软 但它摸起来的时候又很扎持的类型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类型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料子比较硬挺 穿在你身上的时候呢 它是会有一个扩形在那里的 所以穿上身的时候就真的像一个气球一样 一旦你的脸不瘦的话 很多时候就显胖了 那如果面料比较软的话 它就会软塌塌的搭垃在你身上 垂直度就会更高一点 看上去人就会更瘦一点 但为什么要去选择那种面料相对扎实的类型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这件衣服 虽然它的面料软 但是它面料很松散的话 也就意味着它的整个衣服的重量会比较轻 它穿在你身上的时候 它也会形成一个扩形 因为它的重量很轻的话 它不会有地心引力的影响 把它往下脱嘛 所以它就会很臃肿的在你的身上穿着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是 面料比较扎实的类型 那这件衣衣它会有一定的重量 你穿上身的时候因为地心引力的影响 它就是会很自然的往下走 那当它往下走的时候 其实整个人看上去就会瘦不少 它的垂坠度也就会很高嘛 我之前也就跟大家聊过很多次了 衣服的垂坠度越高 其实也就会显得人越瘦 然后其次另外一个部分呢 也就是跟大家避个雷啊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这件衣衣显胖的话 在挑选面料的时候都一定要规避掉那种面料比较光滑 然后它光滑到可以反光的那种卫衣的 这里我会直接跟大家上图 你们就可以看出那个对比了 然后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不同种类的卫衣 我是如何去挑选的 那首先第一大类来跟大家聊的呢 就属于连帽卫衣 那在这里我主要就是以我自己拥有的一件连帽卫衣 来跟大家作为例子呀 因为我觉得它是我就找下来非常满意的一件 首先就是它的料子很符合我的要求 也就是属于这种软而扎实的类型 你看我这样挂起来的时候 你也都能够看得出来它的垂坠度是很高的 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 它不是属于那种很轻的卫衣 那连帽卫衣的特点肯定就是它的帽子嘛 我平时在挑选连帽卫衣的时候 我都会去挑选那种帽子不会特别的重的 但它最好是厚实一点 因为厚实的话整个看上去质感会比较好 但它一定不能够太重 就如果它重到会去拖你后面 就把你的领口往后翻的话 其实反而会显得人特别的局促 而且你平时不可能一直去拉这个帽子嘛 它一旦就这样弄起来的时候 就会显得你的脖子特别的短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点的部分 也是我对这件卫衣比较满意的部分吧 就它整个领口这里设计的空间特别的大 当我穿上的时候呢 无论是两边左右两边啊 还是前面都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而且它形成的一个线条 是一个竖向的椭圆形线条 就会显得整个人特别的瘦 因为连帽卫衣的一个终极缺点呢 就是因为它帽子这样搭了在你的肩膀上 就会显得你的脖子特别的短嘛 如果它非常的紧凑的话 就会显得人非常的臃肿 所以这个是挑选连帽卫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的 其实像连帽卫衣很简单的一个思路 就是你可以去搭配一些偏休闲运动风的单品嘛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分享这件卫衣的时候 我就搭配的是那件牛仔的一个外套 那牛仔也是休闲的搭配卫衣呢 就是很自然而然可以搭配在一起的两件单品 但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卫衣的单品如何和大衣搭在一起 因为像大衣平时都是和毛衣啊 然后这种比较偏精致像的 或者说你会觉得它比较公文感的单品搭在一起嘛 那要如何把它跟卫衣搭在一起呢 这样就会有一个运动休闲风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跟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那这套里面我搭配的大衣其实是我的一个老款的大衣了 我去年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的 是来自一个叫Kran的品牌嘛 然后它的面料特别的好 是20%的羊绒加80%的羊毛 而且它是属于这种长毛感的加杂色的设计 就是属于完美的满足了我挑选浅色的大衣的时候 总体的思路 就是这种杂色它会显得这件衣服特别的朴实 而且还会显得特别的有质感 就不会特别的平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挑选另外一件浅色大衣的时候 就跟你们聊过的嘛 而且这件大衣我现在也穿了两年多了 像这种比较容易变形的像袖口的这些部分 它都完全没有变形 因为它的整个质地非常的扎实 这个也是我平时在挑选这种泥子大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的 因为我确实是以前在快上品牌里面买过那种泥子大衣 结果我穿了第一次之后那个袖口就跟喇叭花一样的就开开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而且我比较推荐Cran他们家大衣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他们家的版型其实是比较适合像亚洲人的一个小骨架的 虽然它的整个设计是比较偏欧美的 比如说像这种浴袍大衣看上去很大气 但它其实是总体来说缩小了一个版本 无论是从它的长度 还有它的整个剪裁阔型打扮来说 所以像我们亚洲人穿在身上的时候也不会容易有那种压个子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圆领卫衣 我是怎么挑选的 那圆领卫衣其实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它主要需要注重的地方就是它的领口这部分的一个宽度 而且它的这个宽度其实非常的重要 一定是要能够露出一点点我脖子下面就肩膀的线条的 像它露出一点点这个线条的话呢 就会显得我的人更加清秀一点 就不会有那种脖子特别短的一个效果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如果比较紧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如果它比较宽松的话 是不是整个人一下子就要瘦不少呢 但是也不是说它的这个领口越大越好 因为一旦它的领口有点过大的话 就会显得人特别的邋遢 就有一种不修蝙蝠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自己观察下来 我觉得它的领口距离你脖子最下面这个根部的地方 不要超过一厘米 就它只要是一厘米以内的这个宽度 就露出一截其实就够了 就可以显得人就是既清秀 但是又很整洁干净的那种感觉 那我自己的这种圆领套头卫衣呢 我比较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三件 然后这两件都是Acne Studios嘛 就它们非常经典的 就小小的一个logo的设计 和像这一件笑脸的 都是它们非常经典的款式 那像这两件和我身上这一件最大的一个区别 其实就在于它们的印花大小不同 像这一种呢 它其实有印花 但是它印花的存在感非常低 所以它整体搭配的思路 我觉得和这种大印花的也完全不一样 我先来跟大家聊一聊 针对这种小印花的卫衣 我是如何去搭配的 说实话 我个人认为 像这种小印花的单品呢 它比较适合去搭配 更加精致一点的 或者说更加公文向的一些单品 比如说比较像大衣这一类的 因为像这种小印花的单品呢 它会看上去更加干净 简洁一点嘛 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已经穿了有好几年的一个搭配方式了吧 就搭配像这种小印花的卫衣啊 因为这件卫衣 它本身长度是比较长的 那我自己平时如果是想要 把它往那种时尚 然后搭配感的一个方向去搭配的话 我都会选择一条像这种皮带 然后把它系紧 然后下半身再搭配一个散状的单品 那我今天就直接搭配的是那种 半裙就OK了 你整个身形呈现的呢 就是有点像沙漏状的 像这样的搭配呢 它就是有一种对称感 然后整个看上去就会很舒服 而且因为它也明确了腰线 也会显得人特别的瘦 还有一种卫衣自带的休闲和利索感 所以我自己还挺喜欢这样穿的 那你这样穿的时候 在外面就可以随意的去搭配外套了 可以在里面再去搭配一个打底衫 然后它领口稍微高一点 做一个层次感 既可以保暖还可以显瘦 反正像这种比较基础的 Acne Studios的卫衣 我是一直都非常推荐的 我现在也已经买了两件了嘛 然后今年我发现 它们的官网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的电商 都有在打折 我其实还挺推荐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 反正我会把我比较推荐的一些 卫衣的类型都放在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或者说评论里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 然后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平时是如何去搭配 像这种硬化的卫衣的 那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呢 是来自一个意大利的品牌 叫Riorucci 我比较喜欢他们家的 就是他们的整个硬化的这个部分啊 就特别的好看 像这个硬化呢 其实是所有的单品上面都有的 我觉得像T恤啊 然后像连帽卫衣上面 都是同样的一个logo 所以它的辨识度也还是挺高的 而且我自己平时在家里穿的时候 因为它是抓绒的 所以也非常的暖和 那针对像这种硬化卫衣呢 我平时的一个搭配思路 就是千万不要把它跟大衣搭配在一起了 我这里可以直接上身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就比如说我把它跟刚刚上一套里面的这件大衣搭在一起 像你平时这样穿的时候 就是一个大衣 然后搭配了这个若隐若现的印花露出来 它其实会有一种 会导致别人看到的时候 会有一种很混乱的感觉 像这种混乱的感觉 你看到的时候就会引发一种不舒适的情绪 其实我觉得这样穿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 那造成这样感觉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来自于它们两个的风格实在是太不兼容了 所以我平时在搭配像这种大的印花卫衣的时候 我都会倾向于搭配像棉服啊 羽绒服这类比较休闲的单品 我直接上身跟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我就直接套上像这种棉服 你会发现像这种棉服 它比较休闲类的单品 然后搭配像这种大衣的时候 你露出来一截呢 它其实也是属于比较休闲 但是又因为有印花 所以它可以活泼的感觉 但是大衣这个东西嘛 因为它本身就比较板板正正的 然后感觉是比较正经的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想要就搞笑一点 活泼一点的话 就会有跟你气质不搭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最后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连体的卫衣套装 我平时是如何去搭配的 这里跟大家做的例子呢 就是我最近非常爱穿的一件 它是属于我平时在家里也会穿的 这样的一个套装 就特别的舒服嘛 而且它也是属于这种寥历绒的 那我自己的搭配思路呢 就是会把它和那种偏亮面一点的单品搭配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姚丽绒 它就是属于哑光的质地嘛 就看出上去毛绒绒的这种 那如果它去搭配这种稍微有点亮面的 比如说像这种皮质的外套大衣 它一下子就会有面料上面亮度的一个碰撞感 那么你整体的整个层次感就出来了 虽然你穿的很简单 就是一个卫衣套装 然后搭配了一个外套而已 而且你这样来穿的时候 其实你裤子 就因为它这下面是这种 卫衣的很宽松的裤子嘛 所以你里面再塞很多的什么打顶裤啊 什么的也完全不会有显胖的问题 但是这里也可以顺便跟大家聊一下 如何挑选卫衣裤吧 我自己是觉得像这种收脚的裤子 其实是要比那种长口的要更好搭配一点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冬天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穿的都是像那种靴子嘛 那它只要是这种收腿的设计 你搭配靴子的时候 你这靴子就是会有自然的 有一种那种军靴的感觉 这也是我平时就搭配那个Mango的西装裤啊 我会把它扎进靴子里面 然后所出现的一个效果 像这样的效果呢 就整体人会看上去特别的阴气 而且人会看上去很精神 就会有那种显高的感觉 就不会特别的邋遢 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买卫衣的套装啊 或者裤子的时候 都一定要认准像这一类的设计的 那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大家分享的 我平时是如何去挑选卫衣的 和我自己的一些卫衣的搭配思路 然后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